我在时光的流年里 静待春暖花开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查出先天性无精症 为传宗接代 婆婆静下了安眠药 把我迷晕 安排小叔子进屋借种生子 还好我留了一手第二天推开门一幕 他们全家直接傻眼了 从医院出来 我心情忐忑 指不定啥事都没呢 你别这么紧张 徐丽安慰我 我就怕真是我的原因 我说 如果真是我不孕不育 我怎么面对老公一家人 结婚两年了 我一直怀不上孩子 婆婆骂我是下不出蛋的母鸡 怪我不能给他们家延续香火 难听的话不计其数 我只好和丈夫去做了检查 两周后 我拿到了报告 但这个报告让我很尴尬 我没事 丈夫有事 他患有先天性无精症 也就是说 问题在他 不在我 我把报告藏在了大衣兜里 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 饭桌上 丈夫却主动问了起来 你不是去拿检查报告了吗 怎么样 我刚要开口 婆婆竟抢话道 医生说没啥大问题 就是柳娟她身子有点弱 回头我给她买点补品 调养调养 那就好 丈夫长舒一口气 婆婆放下筷子 示意我去厨房 我随婆婆进了厨房 她关上了门 随后 她把体检报告 砸在我的脸上 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 她下午本来想去打麻将 要从我的大衣兜里 掏点零钱 却意外地掏出了那份检查报告 报告砸在我的脸上 火辣辣地疼 我心生怨气 立即反驳 您儿子无惊 您冲我发什么火 她一把撕碎了报告 这是不要告诉王坑 她迟早会知道的 怎么瞒 哪个男人能接受这种事 婆婆眼神恶狠狠的 仿佛是我害的她段子绝孙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当妻子的 要不要顾及下丈夫的脸面 那孩子呢 我问 您不是一直嫌弃我生不出孩子吗 孩子 孩子会有的 她说 我一个人洗完了碗 又把灶台擦拭干净 走出厨房后 我发现婆婆竟然在卫生间内 给我的丈夫王坑搓澡 玉霸开得暖哄哄的 映出两个暧昧的身影 两人关在里面 有说有笑 我心里一阵反胃 但这是家里的常态 徐丽常常吐槽 说我丈夫已经三十几岁了 怎么还这么妈宝 她说得对 王坑每天上班穿什么衣服 全要经过婆婆审查 甚至连微信换个头像 都要听婆婆的话 我替丈夫辩解到 王坑早年丧父 婆婆把她拉着大 母子情深 但其实 我也觉得 他们这样很不妥 正想着 婆婆和丈夫 嘻嘻哈哈地从卫生间出来 随后 婆婆就穿着蕾丝内衣 靠在丈夫身边看电视 胸前的两块肉护之欲出 我都替她骚得慌 夜里 丈夫刚回房间 准备关灯睡觉 王坑 跟你说个事 啥 你这么大人了 穿个内裤 就在你妈面前晃悠 不太好吧 有啥呀 这是我亲妈 我全身那块肉 她没看过 话是这么说 也得避嫌吧 还有你妈她天天穿着那衣就 王坑翻过身 不耐烦地打断我 那是我妈 你吃什么非醋 我这是吃醋吗 我扯了几下被子 她不再理我 呼呼睡下 这天我买完菜回家 小叔子王猛 就站在门口 他是我丈夫的亲弟弟 成天游手好闲 没有正经工作 王猛捂着裤裆 急冲冲地冲我喊着 嫂子快开门 我尿憋不住了 我皱皱眉 打开了家门 家里没人 我也不想和小叔子单独相处 静止去了厨房 洗菜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 身后站了个人 王猛的手 攀上了我的肩膀 他撩起我的发尾 使劲闻了闻 你干什么 我心头一领 嫂子 你好香啊 我正要发飙 客厅突然传来开门声 宝贝儿子 这么早就来了 婆婆看见王猛 笑道 丈夫加班 婆婆把王猛叫来 陪他吃饭 席间 他母子俩有说有笑 我也懒得插话 去 帮我添点饭 婆婆把碗递给我 妈 我来我来 你让大嫂歇着 小叔子伸手来拿碗 趁机摸了把我的手 我一惊 碗摔到了地上 笨手笨脚 碗都拿不稳 婆婆则怪道 是我不好 没拿稳 不怪大嫂 往往嘻嘻哈哈 我懒得跟婆婆计较 俯身把碎片剪了起来 一抬头 迎面撞上的 就是他猥琐的目光 他直直地盯着我的胸脯 满脸吟笑 我厌恶地捂住领口 这一切 婆婆都看在眼里 但他一句话都没说 我把这是告诉徐丽 徐丽让我小心亡亡 他说 男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 正是如此 这些年 他才坚持不婚主义 跟徐丽挂了电话 我又接到大哥的来电 老妹 最近还好吧 他心情不错 告诉你个事 你说 你也知道 哥一直没上班 我也这么大个人了 是时候存钱 娶个媳妇了 然后呢 我问 我跟爸商量过了 我想买辆车去跑滴滴 哦 你想去就去呗 啥叫想去就去 车都没有 怎么跑 你什么意思 我问 我哥 滋滋嗯嗯 最后才说 他看上一辆车 要二十万 但他手里只有两万 希望我能赞助他十八万 二十万的车 他出两万 我赞助十八万 真会算账 我火蹭的一下上来了 我上哪去给你找那么多钱 你没有 你婆婆有 电话那头 我爸突然凶狠地插话 我知道 那老寡妇手里钱不少 那一年 王坑的父亲车祸身亡后 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 因此 我爸才逼着我嫁给了王坑 随后 他跟我哥把我当成了提款机 三番两头地找我要钱 我只好向他解释 婆婆不给我钱 因为我不能生育 没法给他们家延续香火 我爸说 那他不管 那是他王家没福气 反正咱柳家不能绝后 只要我哥这工作搞定了 他就能给我哥安排相亲 回头再生个大胖小子 小日子过得美滋滋 我爸献我一周之内 把钱打给他们 否则就要上门来闹 闹就闹呗 我没好气地挂了电话 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 令我出乎意料的是 整整一周 他们一个电话都没打给我 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不安 直到这天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我拿起手机一看 是我婆婆 你在哪呢 婆婆问 在家 跟徐丽聊天 马上准备做饭 让他走吧 婆婆说 今天是你和王坑的周年纪念 我给你俩订了个房间 我才想起 我和丈夫结婚两周年了 王坑呢 他去了吗 他还在加班 待会就到 你赶紧来 白云酒店801 挂了电话 我只好向徐丽解释 徐丽听完后 竖起大拇指 说 我真佩服你婆婆 连开房的事都要替他儿子安排 可谁知 到了酒店 我才发现 丈夫没来 反而是婆婆坐在里面 他递给我一瓶水 谢谢吧 我差不多回去了 你在这等王坑下班 我喝了一口水 送走了婆婆 刚躺在床上玩了会手机 突然 我听到了刷卡的声音 我以为是丈夫要来了 忙捋了捋头发 起身去接 但出现在我面前不是的丈夫 而是我的小叔子 王猛 嫂子 等极了吧 王猛笑得一如既往的猥琐和下见 你 你干嘛 我刚开口 随后 突然觉得全身发软 站都站不直了 王猛一把搂住我的腰 倒地的时候 我看到了站在走廊拐角的婆婆 她朝我音笑着 我才意识到 她在那瓶水里 给我下药了 小叔子搂着我 一步步走回到房间里 一声巨大的关门声 把我和外界彻底隔绝了 小叔子把我放在床上 随后 她脱光了衣服 只剩一条内裤 你 你干嘛 我是你嫂子 我试图推开她 但浑身无力 我越这么说 她仿佛越兴奋 一只手在我身上乱摸 另一只手疯狂撕扯我的衣服 嫂子 你的身子比头发还香 她在我的脸上乱亲 我求救的声音微乎其微 渐渐被她的喘息声盖了下去 我求救无门 只好闭上了眼 可这混蛋 却用手撑开我的眼睛 嫂子 你得看着我呀 你不看我 我都没那么兴奋了 她伸出舌头 舔了舔我的脸 我大哥真是个废物 他不能让你怀孕 让我来吧 弟弟让你爽 这一夜 一个猥琐的男人趴在上面 喘着粗气 一个满眼泪水的女人 绝望地躺在下面 生不如死 等我完全清醒的时候 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 那个畜生早已不见了踪影 婆婆坐在床边 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 我抓起一个枕头 朝她丢了过去 你还是人吗 居然给儿媳妇下药 我要报警 她接过枕头 吕平皱褶 放在我旁边 爱抱抱呗 到时候 我就说你勾引王莽 嘖嘖 儿媳妇居然勾引小叔子 还被我这个婆婆抓了现行 到时候 不但你名声毁了 你哥的车也没了 我的手立在空中 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难怪我爸不给我打电话了 原来是私下 跟婆婆达成了交易 知道吗 你哥特喜欢那车 进了4S店就不想走 我帮他们交了定金 三天内补足尾款 只要你答应把孩子生下来 那车就是你哥的 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威胁我 我猛了 要是你哥的车黄了 你觉得你爸会怎么骂你 婆婆伸手替我将碎发 别到了耳后 柳娟 你也知道王坑就这样了 生不出孩子 你就听婆婆的 行行好 把孩子生下来 反正都是王家的种 这样既可以保住王坑的脸面 也能帮我们延续香火 还能给你哥买车 皆大欢喜 你说呢 我沉默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整天心神不宁 不知道该不该生下这个孩子 直到某天 婆婆递给我一根燕运棒 两根杠慢慢浮现 我心中五味杂陈 婆婆高兴极了 我则待在卫生间里 迟迟没有走出去 直到王坑兴奋地跑进来问 娟 你真的怀了 我呛了一声 丈夫把我抱起来 原地转了好几圈 太好了 我终于要当爸爸了 见到他这个样子 我在心中默认了这个结果 就这样吧 得知我怀孕了 徐丽更是震惊 开什么玩笑 王坑不是吴京吗 你这孩子哪来的 我欲言又止 吞吞吐吐 你出轨了 徐丽瞪大了眼睛 我没有 我盲解释道 那你这孩子 我骗他说 那天医生诊断错误 其实王坑没事 但我能看出来 徐丽根本不信 婆婆脱关系 带我做了检查 是个男孩 随后 他眉开眼笑 要我哪都别去 就在家待着 好好养胎 徐丽自从知道我怀孕后 他隔三差五就给我买东西 上家里陪我 有一次 屋里没人的时候 徐丽突然握住我的手 一脸严肃地说 柳娟 我知道这个孩子不是王坑的 但不管是谁的 如果你想生 我就支持你生 将来要是天塌了 有姐妹帮你顶着 真没人养他了 我帮你养 我笑笑 说他多心了 这个孩子一定能够顺利出生 平安长大 那天 徐丽前脚刚走 小叔子王猛又来了 一见他 我忙要关门 可王猛一把顶住门缝 嫂子 你老躲着我干啥 干什么 我说 你哥和你妈都不在家 你等他们回来了再来吧 我把他外推 可他竟顺势抓住了我的手 嫂子 这么久没亲近你 我一直想着你呢 他舔了舔我的手背 我立马抽回了手 我是你大嫂 现在也怀了孩子 请你注意点 我这句话非但没有劝退他 反而激怒了他 装啥呢 那天 我看你不也没反抗 不是很享受吗 反抗 我猛了 你妈给我下了药 我有力气反抗吗 你赶紧滚 他不再说话 直接冲进了门 顺势把我推倒在沙发上 用伸手扯我的衣服 我趁机狠狠踢了他一脚 打算往门口跑 他很快追了上来 扯着我的头发 用力地把我往回拽 我和他纠缠起来 却被沙发脚绊住了脚 直直地撞向了桌脚 然后血从我下体里流了出来 孩子没了 医院里 小叔子只说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闭口不提 他性骚扰我的事 婆婆十分恼怒 真是个没福气的东西 他站在床边辱骂道 连丈夫也跟着怪我 柳娟 你到底会干啥 一天天在家 啥事也不做 班也不要你去上 怎么连肚里的孩子 都顾不好 我爸也赶到了医院 但他们第一件事 不是心疼我 而是点头哈腰地 给我婆婆道歉 亲家母 王坑 你们别生气 别急 柳娟还年轻 还能生的 婆婆不搭理他们 我爸觉得丢人 冲到病床前 抬手就给我一个耳光 医生护士连忙赶来 才将我爸拉开 徐丽看不过去 和我爸吵了起来 关你啥事 你一个老姑婆不嫁人 不操心自己 反倒操心别人的家事 我爸骂道 我的事也不用你操心 我有钱 养得活自己 徐丽毫不示弱地回击 你这丫头 嘴倒是厉害 我们家的事 你别多嘴 婆婆帮着我爸说话 我拉拉徐丽的手 她本来还想还嘴 生生吞了回去 在婆婆眼里 我是生育机器 在我爸眼里 我是哥哥的取款机 他们的嘴脸 让我无言以对 我被婆婆下药 被小叔子迷奸 又害到流产 现在躺在病床上 他们丝毫不关心过我的死活 我心灰意冷 只想好好休息 出院后 我在家休养 更是吃尽了白眼 婆婆再也没给过我好脸色 经常出言讽刺 你还有脸睡觉呢 看我躺在床上 她时不时就要来对我几句 我翻身过 不想搭理她 你晚上倒好 睡得香 我一闭眼 就想到我的孙子 她坐在地上 哭丧起来 我可怜的孙子哟 行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问 杀人犯 婆婆骂道 柳娟 你杀了我孙子 她的鬼魂 会来找你报仇的 神经病 我在心中怒骂 我被她搞得神经衰弱 经常半夜做噩梦惊醒 徐丽隔三差五上门来看我 还劝我说 实在不行 搬到她家去住 我说算了 我要是搬走 就只能激化矛盾 我不搬家 也是心疼王坑 好几次半夜 我都看见她 坐在客厅里抽闷烟 面前摆着给孩子准备的衣物 这天 我爸带着大哥上了门 好歇了仨 我大哥问 我点点头 招呼他们坐下 好好养身子 抓紧时间再怀个娃 别得罪你婆婆 我爸说 知道了 我敷衍道 这次来找你 是有事要和你商量 我爸把礼物放在茶几上 挑了我一眼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不用说 肯定又是要钱 你大哥看上一个姑娘 特别对眼 但人家要二十万的彩礼 没钱 我直截了当 你没钱 我大哥吼道 柳娟 你住这么大的房子 你告诉我你没钱 我看你 就是想让咱家绝后 我爸拍拍大哥的肩膀 装起好人 柳娟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只有你哥的种才是 我们家的血脉 你行行好 帮你大哥娶个媳妇 不然 回头村里人该笑话咱了 到时候 你也抬不起头 做人不适 我身子很虚 不想跟他们多做纠缠 起身要送客 正好这时我婆婆回来了 得知我爸来要钱 他竟然大喜过望 说我哥单身这么久了 能结婚是好事 钱不是问题 彩礼钱他来出 我爸一听 眉开眼笑 点头哈腰 不停道谢 临走前 我爸叮嘱我 有这么好的婆婆 是我的福气 我只感到不寒而栗 我清楚 婆婆这么大方 一定有她的目的 果然 我爸一走 婆婆就圆形毕露 这钱我不差 但我也不能白给 她看着我 若有所思 你说吧 又要怎么样 你在和王猛借刺种 赔个孙子给我 赔 我笑了 感情这个孙子 是我欠他们王家的 我才流产多久 你考虑过我的身体吗 我问 流产是你自己的原因 谁让你不小心 那是你活该 柳娟 我让你进门 就是为了生孩子 不然就凭你这条件 能当我王家的媳妇 我不答应 说我宁愿离婚 也不会再跟小叔子 有任何关系 不答应 她威胁道 那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 说这钱我不出了 随你 果真 我爸一听我婆婆变卦了 就隔三差五地打电话来 催我拿钱 电话只要一响 我都能吓出一身冷汗 索性静了音 见我不听电话 又变成了短信轰炸 大哥每天能发几十条来催 到最后 我只能关机 躲一时是一时 见我最近精神欠佳 丈夫破天荒地安慰起了我 还向我道歉 说孩子没了 她也很难过 她抱着我哭了起来 说她做了个梦 梦里 她的儿子在向她挥手 边挥手 边喊爸爸 她说得我很心酸 第二天 王坑上班走后 我找到婆婆 答应了她的要求 丈夫被公司安排出差一周 我特意选在了头一晚 和她同了房 随后 第二天中午 婆婆把小叔子王猛叫到了家中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卧室里 等待小叔子进来 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是被强迫 而这次我是自愿的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哪怕有了心理准备 却还是紧张地冒汗 婆婆把我和王猛锁在卧室里 王猛一进门就脱掉了裤子 嘿嘿 嫂子 等极了吧 我把脸别到一边 屈如感爬满全身 她走到我面前 将我的头转了过来 嫂子 你得看着我呀 都说了 你看着我 我才兴奋 我扯着被子盖住身体 她一把将被子揭开 压了上来 她发泄完毕后 我终于忍不住 嚎啕大哭 她则在一旁抽着烟 若无其事 之后的一周内 婆婆又安排了几次 让王猛和我同房 也许是上天垂帘 一个月后 我主动买了厌运棒 我再次怀上了孩子 婆婆和上一次一样 带着我去检查了胎儿的性别 我害怕检查出来是个女儿 那她一定不能顺利地降生到这个世界 好在 又是男孩 婆婆给小叔子下了死命令 从今以后 不许再来骚扰我 还替她找了个女朋友 王猛终于放过了我 我爸也顺利地拿到了婆婆的钱 大哥如愿地娶了老婆 他婚礼那天 我没有去 但我从别人的朋友圈看到 我爸激动得不停掉泪 我觉得很讽刺 因为我结婚那天 老头只顾着躲在房间数彩礼前 连面都没露 丈夫王坑也很开心 为了确保这次万无一失 他甚至辞了工作 专门在家照顾我 所有人都很满意 除了徐丽 没人的时候 徐丽会红着眼睛 瞪着我问 这个孩子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点点头 我说咱们女人生下来 就是帮男人延续香火的 不生孩子 会被人唾弃的 他骂我迂腐 但又不忍心对我过度苛责 只好看着我的肚子 不停地叹气 就在我以为 一切就要风平浪静时 老天又给我开了个玩笑 我生了个女儿 后来我才知道 当时那个检查的医生 拿错了报告 婆婆听说 是个女儿当场变脸 她冲进病房 毫不客气地指着我骂 果然是个没福气的晦气女人 生不出儿子 原本想沾孙子光的我爸 也瞬间吃了瘪 她一脸谄媚地道歉 是柳娟不争气 但现在不还有二胎政策吗 还能生 还能生 我在手术室里痛得要死 只有徐丽来帮我说话 生生生 有病啊你们 一天天就知道让她生 柳娟又不是生育机器 我看着女儿 心生爱意 不解道 孙女怎么了 女孩就不是人吗 你闭嘴 我爸又朝我扇了一耳光 生不出儿子 就是你对不起王家 你还有脸说话 什么年代了呀 还只要孙子 家里有王位要继承 他们走后 徐丽看着他们的背影骂道 我不再说话 躺在床上默默流泪 好在丈夫的态度还算不错 没事的柳娟 不管儿子女儿 我都喜欢 医生让我回家静养 婆婆理所当然的 没给我好脸 丈夫上班的时候 她连饭都懒得给我做 妈 我饿了 有饭吗 我哺乳期时 浑身无力 饿得受不了 婆婆丢给我一桶泡面 一个字都没说 晚上丈夫回到家 看到了床边的泡面 随后 她气呼呼地进了婆婆的房间 两人大吵一架 她终于像个男人了 我跟妈说了 你好好坐月子 不休息好 哪有奶水喂孩子 我点点头 丈夫宠溺地抱起女儿 满眼笑意 她替女儿取了个名字 叫雨红 一切困难都将迎来雨后的彩虹 可是婆婆对雨红的态度 依然冷淡 我要给雨红买尿不湿 她却甩给我一堆 她不喜欢的就衣服 花那钱干啥 就拿衣服垫 洗了还能继续用 晒晒还能消毒力 我气不过和她吵了起来 她直接骂道 你要生个孙子 我还能给你点脸 现在生个赔钱货 还敢提意见 爱用就用 不爱用 带着那个小丫头 滚出我们王家 几天后 徐丽带着几箱尿不湿 和奶粉来看我 她问我 接下来打算怎么过 我说再怎么样 雨红也是王坑的孩子 为了她 我也得忍气吞声地过下去 徐丽摸着雨红的脸 说何必呢 几年过去 雨红渐渐长大 越来越可爱 每当她奶生奶气叫妈妈 我都觉得一切都值了 可某一天 婆婆却再次动了戒种的想法 那天 我正在陪雨红玩 婆婆突然走进客厅 她递给雨红一个棒棒糖 然后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再跟王猛借个种 看能不能怀个儿子 如果又是个女孩呢 我苦笑道 是女孩就继续生 直到生出孙子为止 婆婆恶狠狠地说 我们王家又不是养不起 她凶狠的表情 把雨红吓得哇哇大哭 哭哭哭 她一把捏住雨红的小脸蛋 雨红的脸被掐得通红 和你妈一个死样 就知道哭 没出息 我忙从婆婆的手里 抢过孩子 王猛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让她生不行吗 非要指着我折腾 我不满地说 婆婆哼了一声 她也得生 你也得生 几天之后 我才明白 婆婆为什么如此迫切地 想让我再次跟王猛借种 原来她对一切 早有预感 王猛婚礼这天 我爸和徐丽都来参加了 一番传统的致辞后 突然 新娘抢过话筒 说要给大家一个礼物 随后 她扔了个重磅炸弹 大屏幕上 投影出了一张张照片 竟是王猛与其他女人亲密的合影 每一张的女主角都不一样 有些搂着亲嘴 有些就裹了张玉金 还有些压根就什么都没穿 连马赛克都没打 现场瞬间爆发出各种议论声 徐丽扑的一下 就乐出了声 哟 这场戏好看 王猛有错在先 一言不发地 任凭新娘的家人 打骂 婆婆忙冲上台当何事佬 还劝说 男人嘛 婚后就收心了 当着这么多人 闹多丢脸 新娘将捧花摔到婆婆脸上 收个屁心 傻子才跟你儿子结婚 场面瞬间乱作一团 婚没结成 还出动了警察 王坑和婆婆陪着小叔子 去派出所解释 徐丽开车送我回家 路上 徐丽感叹道 没劲 我还以为会打出血呢 我却隐隐担忧 如果王猛娶不到老婆 那遭罪的 有可能就是我了 到家后 我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他说他刚从派出所出来 现在去给宇红买羊娃娃 让我先哄宇红吃饭 我说没事 我们等你吃饭 晚上 我刚做好饭菜 就响起了敲门声 宇红蹦蹦跳跳地跑去开门 却一直没有声音 我有些纳闷 朝门口看去 竟发现 不是丈夫回来 是王猛来了 他一身酒气 醉熏熏地进了门 你来干什么 你哥马上就回来了 你快走 我连忙把他朝门外推 但我的力气始终没有他大 他一把推开我 坐在了饭桌前 哟 一桌子菜呀 真好 他自顾自地拿起筷子 吃了起来 我拉着宇红站在旁边 一动不敢动 有媳妇真好 有媳妇就有家了 我真羡慕我哥 从小啥都比我好 他放下筷子 扭头看了看我 嫂子 你老离我那么远干啥 我没有答话 宇红被他吓到了 浑身都在颤抖 我问你呢 他猛地拍了下桌子 你老离我那么远干啥 见我不说话 他站起身 摸了摸宇红的脸 这小脸真嫩啊 真不愧是我的种 我把宇红护在身后 你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他晃晃悠悠地说 我想干你 随后 他脱起了裤子 我连忙带着宇红 就往门口跑 可他一把 将我扯了过去 跑什么 你这个骚婆娘 找我借种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个态度 王猛 宇红在这里 你说话注意点 我怒斥道 怕啥 宇红是我的女儿 你也算是我半个婆娘 他边说着 边伸手扒我的衣服 今天这时候 我本来应该在洞房的 但我媳妇跑了 那我就只能干你了 舅舅 你把妈妈弄哭了 你是坏人 我要告诉爸爸 宇红吓到大哭 伸手锤打着小梳子 滚一边去 老子就是你的爹 王猛一巴掌扇在宇红脸上 在避避 老子连你一块干 我忙护住宇红 骂道 王猛 你还是人吗 你也知道 宇红是你的女儿 你这样对她 王猛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她趴在我身上 正要拾爆 门口却传来了 王坑的声音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丈夫站在门口 手里紧紧捏着 买回来的洋娃娃 她的眼睛红红的 布满血丝 我才意识到 王猛来的时候 没关门 王坑冲进厨房 拿了一把菜刀 王猛见状 瞬间酒醒 裤子没穿就跑了 王坑拿着刀 看着我 冷冷地问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宇红到底是谁的孩子 我无言以对 只能选择沉默 宇红捡起地上的洋娃娃 朝着丈夫跑去 嘴里叫着爸爸 滚开 她说 我不是你爸爸 野种 眼看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 我只好带着宇红 回了娘家 那时我大嫂刚刚产子 生了个男孩 我爸在家乐不可知 看见我回来 她一脸不满 问我是不是 又得罪婆婆了 我点点头 拉着宇红的小手说 我要跟王坑离婚 离婚 你开什么玩笑 我爸还没开口 大哥先表达了她的不满 你离了婚 我拿什么养孩子 告诉你柳娟 你今晚就给我滚回婆家 磕头认错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都给我忍着 我爸则拨通了王坑的电话 一脸谄媚 可几分钟后 她勃然变色 挂了电话后 她捡起一只鞋 就朝我砸了过来 你怎么还学会偷人了 臭婊子 你让我柳家的脸往哪搁 宇红哭得更大声了 我又被赶出了娘家 无处可去之时 又是徐丽收留了我 立姨姨 宇红哭着对徐丽说 奶奶爸爸和爷爷 都不要妈妈和宇红了 徐丽心疼地抱住我们 说别人不要你们 我要你们 几天之后 我爸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 找到了徐丽家 他拉着我 脸哄带骗地 要我回去跟王坑道歉 他说 这婚绝对不能理 王家就是只会下金蛋的鸡 毕竟他跟我哥的后半辈子 就指着我活了 徐丽打算叫保安轰人 我说算了 我跟他回去 毕竟宇红不能没有爸爸 回到婆家 婆婆正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爸见兮兮地 让婆婆帮忙劝劝王坑 劝 我劝什么 婆婆笑道 柳娟勾引小叔子 我的人都被他丢光了 我还劝什么 见他又给我泼脏水 我彻底失去理智 冲上去打他 你让我和王猛借种的 所有事都是你搞出来的 放屁 婆婆推开我 倒打一耙 明明是你故意撕了王坑的检查报告 说怕他接受不了了 还开房勾引王猛 不然你这么大个人 我能有什么办法 让你爬上王猛的床 你对我下药了 下药 婆婆一声冷笑 你怀孕过几次 我就给你下过一次药 之后呢 我 你这个臭婊子 王坑从卧室内冲出来 给了我一巴掌 竟然真的是你自愿的 你还嫌不够丢人 自己出轨 还赖别人 我爸也附和道 婆婆下了逐客令 你们一家都赶紧滚吧 明天办离婚 出了小区门 我爸还在喋喋不休地骂 你个死丫头 这么不要脸的事 你都做得出来 好好的摇钱树 就被你弄没了 我哥见婆婆心意已绝 提醒我说 柳娟啊 告诉你 离了婚后 可别指望家里养你 你都嫁出去了 之后 你只能带着雨红自己过了 对对对 我爸忙点头 你要么自己回去 跪下给王家道歉 要么自己过日子 别赖上我们 幸好人王家 没让我们退彩礼退车 自己过就自己过 这些年 你们除了要钱 也没帮过我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 行 这话你说的 我哥如是重负 爸 那你就跟他解除妇女关系吧 省得他以后养不起孩子 赖上咱 对对对 柳娟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我们柳家的人了 以后有啥事 都别找我们了 我们可不认识你 说着 我哥开车载着我爸扬长而去 真就将我丢在了路边 办离婚的那天早上 我爸还打电话劝我 我跟你说 离了婚 你就啥都没了 你看看 能不能挽救 我苦笑 您不是说不认识我了吗 那不是气话吗 我爸说 我回去又想了想 反正你也不能跟他过下去了 那就多要点钱 最好分他一套房子 将来你侄子长大了 还能住 我被气笑了 这老家伙 现在还想着 让我分房子 给他孙子住呢 他理直气壮的模样 仿佛这儿子 是我生的一样 我哥的儿子 你让我帮他养 难道不是你侄子 要不是你 不要脸乱搞 王坑会和你离婚 徐丽听不下去了 他抢过电话 你个死老鬼 还要脸不要 不认柳娟的也是你 要钱的也是你 谁的种谁自己养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坐在我身边安慰着我 柳娟 做人要学会拒绝 你不能一直被他们索取 除了要钱 他们关心过你吗 我点点头 徐丽说得对 对他们来说 我只是个提款机 吃过早饭 徐丽陪着我去了民政局 王坑那边 是婆婆陪着来的 徐丽一看见他们母子俩 又笑了 没想到 有人连儿子离婚都要陪着 婆婆则一边办着离婚证 一边拿手机 给王坑介绍女朋友 绝了 老太太已经开始张罗着 给正在离婚的儿子相亲了 办完离婚证后 婆婆还不忘嘲讽一句 晦气的人终于走了 徐丽当场回敬 也不知道谁晦气 连儿子都刻 刻成了无经症 就这还有脸相亲 呸 你说谁刻儿子呢 婆婆大声质问 徐丽一点都不慌 微笑着回答 咋还有人对号入座呢 谁答话 我说谁 你 婆婆被气得说不出话 我赶紧拉着徐丽走了 三个月后的一天 我爸又带着我哥上门 爷爷 雨红见我爸 刚要跑过去 却被我拦住 我让徐丽带雨红回卧室 我爸开门见山地说 你离婚分了多少钱 拿来 我乐了 爸 你脸皮咋这么厚呢 天天就知道伸手要钱 你大哥他 我爸乌业起来 他开滴滴的时候 撞死了人 人家要他赔一大笔钱 不然就告到他坐牢 哦 这关我什么事 我问 你哥哥不能坐牢啊 他是我唯一的儿子 那你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笑了 我认识你吗 怎么不认识 老头急了 你是我闺女 闺女 我不慌不忙地打开手机 放出那天的录音 柳娟啊 告诉你 离了婚后 可别指望家里养你 你都嫁出去了 你别滥上我们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是我们柳家的人了 以后有啥事 我们可不认识你 录音放完 我深深懒腰 听到了吗 这话可都是你们说的 见我始终不松口 我爸居然朝我下跪 当爸求你了行吗 你哥还年轻 坐牢这辈子就完了 你侄子也得等着人养 你要是实在没钱 要不 我爸急了 说到 不然把雨红卖了 反正他是个野种 他没有爸爸 长大也要被人嘲笑 再不然 再不然你去卖肾 我打听过了 人有两个肾 卖一个不爱似的 雨红听到这话 从卧室探出脑袋 以为我真要卖了他 他眼泪巴巴地望着我 妈妈 你别卖我 雨红很听话 我摸摸他的头 妈妈不会不要雨红的 妈妈永远爱雨红 见我不搭理他 我爸失去了耐心 他从地上站起来 你给不给吧 一句话 徐丽怒不可遏 冲我爸破口大骂 老不死的 还要不要脸 叫人卖孩子卖肾 都说得出口 就你儿子是人 女儿孙女的命 就不值钱 赶紧滚 一会警察就来了 我爸明白拿不到钱 还白白给我下了柜 他恼羞成怒 抄起桌上的铁水壶 就朝我砸来 白眼狼 亲哥哥都不帮 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 徐丽挡在我的面前 被砸得头破血流 我爸还想打我们 这时社区民警来了 原来 徐丽知道 我爸不会轻易作罢 刚在卧室里就报警了 我爸因寻衅滋事 被关了几天 得知此事 我虽然很痛快 但也觉得十分悲凉 妇女一场 何故闹到如此田地 没多久后 我就听说 我大哥坐牢了 原来 他那天喝了酒 还去开滴滴 酒驾撞死了一个路人 还把乘客吓了个半死 我爸则到处对外人说 都是我刻着我大哥 说我离婚拿了一大笔钱 也不帮帮我哥 徐丽让我别放在心上 他们就是喂不饱的狗 温神总是成群结队的出现 这天 我和徐丽接到雨红放学 刚出电梯门 就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雨红眼间 很快认出了那两个人 躲在了我们的背后 徐丽拉住我的手 示意我淡定 我笑笑 说没事的 现在天王老子来了 我都不怕 是我婆婆和丈夫王坑 哦 纠正一下 应该是前婆婆 和前夫 徐丽牵着我 我牵着雨红 对他们熟视无睹 正准备进门时 前婆婆开口了 柳娟 徐丽挡在我身前 有事骂你 前夫说道 我们是来找柳娟的 不是找你 有事就说 我问 把雨红还给我们 前婆婆毫不客气 你别在我家门口放屁 会气 徐丽示意我和雨红 快些进屋内 我们可以给雨红最好的教育 这对雨红的成长 才有帮助 前婆婆说道 你们做梦 我表了态 没想到 前夫竟哭了起来 他抓住我的手 恳求道 柳娟 我当初对你也不差 你看在你对不起我的份上 你把雨红还给我们 你们不是说雨红是野种吗 不是嫌弃她是个女孩吗 我冷笑 柳娟 你就当可怜我这个老太婆 把孙女给我吧 说着婆婆竟然想伸手来抢 雨红一溜烟跑进了房内 你们哪根筋不对啊 当初不要雨红 现在又来抢 徐丽不耐烦地问 王坑她 前婆婆的话未说完 前夫接过了话 解释起来 和你离婚之后 我妈给我找了个医生 说是治疗无经症的专家 你也知道 我一直都渴望有个孩子 就同意去看看 医生开了药 但检查之后没什么进展 钱也花了不少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问 前夫说到这里 脸色特别难看 前婆婆接着解释 那医生告诉我 可以动手术 成功几率很大 我和王坑一商量 咬咬牙答应了 没想到 出了意外 不仅没治好 连命根子都保不住了 这么爽 徐丽拍手称快 老天爷可算长眼咯 前婆婆脸色有点为难 拉起我的手 声泪俱下 娟 你可怜可怜我们 把雨红给我们 不还有王猛吗 我听说 她和又结婚了 我问前婆婆摇摇头 叹道 那小子真的不争气 结婚了 又出去乱搞 被人拍了裸照 他老婆和他离了婚 那再找一个呗 你们王家 不是最擅长娶媳妇吗 徐丽讽刺 我弟已经坐牢了 前夫说 原来 王猛在他老婆的介绍下了 进了间大公司 当了个小官后 渐渐膨胀了 为了讨外面 那些女人的欢心 竟然亏空公款 且数额巨大 裸照一事爆出后 他老婆也不肯拿钱 替他填这个窟窿 他为了搞钱还债 居然入室抢劫 还试图杀害屋主 最终 事情败露 亏空公款 加上入室抢劫杀人未遂 判了二十年 对于你们家的遭遇 我深感同情 我说 行了行了 故事讲完了 快走 徐丽说 你把孙女还给我 还给我 我们准备进屋 前婆婆挡在了门口 柳娟 你真这么狠心 前夫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脸色一转 恶狠狠地说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就是你们的报应 随后 我们关上了房门 任凭前婆婆在门外敲门撒坡 不再回应 夜里 我和徐丽开了瓶酒 坐在阳台上谈心 雨红在客厅写作业 过了一会 她睡着了 我把雨红抱回卧室 给她盖好被子 出来后 我突然问徐丽 说说吧 说什么 徐丽喝多了 眼神有点恍惚 说说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笑笑 你怎么知道的 她也笑笑 不是特别清楚 我说 只是那天半夜 雨红拉肚子 我带她上厕所时 偷听到了你打电话的时 哈哈 徐丽笑得越来越大声 我就知道瞒不住你 到底怎么回事 你前夫看的那个医生 是我叫人故意给他妈介绍的 我早就知道 那医生不入流的 为了钱啥都干 我本来是想让他家破点财 没想到闹这么大 那王猛呢 也是我叫人勾引他的 我就想把他出轨的照片给他媳妇 也算做件好事 但他亏空公款 入室抢劫和我没关系的呀 你为什么这样帮我 我说 做这么大的局 得花不少钱吧 我就看不得 你被遭人欺负 徐丽突然回过头盯着我 眼神灼热 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 脸竟然也烫了起来 徐丽突然拉起我的手 趁着喝了酒 我才有勇气跟你说接下来的话 他轻轻嗓子 你知道我这些年为什么不结婚吗 你 没错 我是个女童 柳娟 从念书那会我就喜欢上你了 但我知道 你不可能接受我 所以 我愿意一直陪在你身边 做那个为你挡风遮雨的好朋友 说完这番话 徐丽大口喘着气 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我去 终于说出来了 你也知道我这性子 憋了我好多年了 我一直还不能缓过来 愣住了 没事 没事 徐丽摆摆手 我不逼你表态 你可以当没听过 可突然间 我抓住了她的手 徐丽惊讶地看向我 我朝她笑了笑 她也笑了 她懂我 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 雨红兴奋地跑来跑去 我爸听说我要离开 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取下电话卡 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你真决定了 徐丽问 你说你养我的呀 别反悔 我笑着说 不反悔 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三口了 谁规定 一家三口必须是爸爸妈妈和孩子呢 那天 徐丽向我表白后 我们很认真地做了一个决定 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去一个接受度高的城市 重新生活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看着雨红和徐丽 我心中明白 从今以后 除了他们 其他人的死活 和我再也没有关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